蔡總統的520特別發表了談話 那她也針對媒體記者提出的疑問 做出了答覆 不過在這個談話過程當中 她有特別強調一點 就是有關於青年學子 包含了就業或買房子等等的問題 我們細數一下到底這七年來 蔡政府有沒有幫年輕人 解決他們真正關心的事情 包含了薪水有沒有加 包含了房子買物買來起 就業有變得更加容易嗎 是 我覺得觀眾朋友看到這邊 都會覺得說 這好像是平行時空一樣 好像她的政見 跟我們現在實際生活上面 面對到的跟她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這是當年 2019年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2016年選舉 再來是2022年 所以這個是在選舉前一年 12月4號的時候 蔡英文提出了她的政策 比方她告訴你什麼 四大青年的政策主張 就學挺你 居住也挺你 就業也挺你 最後她連你要創業 政府也挺你來幫你圓夢 感覺是一條龍 從你開始就學的時候 一路到你出了社會 甚至當你要買房的時候 她一路全部都挺你 但是現在對照起來看 的確在2022年 她拿掉了非常非常多的年金選票 所以這一招 對 但是再回來看 好 你要投資新年 你要成果對不對 現在回過頭來看看 就是有沒有成果 勞動部最新的統計是什麼 我們就把這其中四點 細說可能會說到明天早上 我們就單單做就業來看 找工作最實際 也是大家最能夠感受到的 勞動部最新統計 15到29歲的七年當中 在去年2022年的失業率 是8.38% 而在這8.38%的其中 應屆畢業生 就今年我要畢業了 我能不能夠找到工作 這其中的應屆畢業生失業率最高 是七年當中 應屆畢業生失業率是最高的 一畢業就失業 最慘 好 那它達到了12.36% 也就是說你們班上 只要有8個人畢業之後 其中就有一個人 是找不到工作的 這個很可怕 8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失業 是整體失業率的3.37倍 好 那這樣看下來 那表示說 你當初說的就業也聽你 那你就沒有做到 那你說政府有沒有在做事 政府有在做事 而且他花了大錢 再幫助青年 這一點你要肯定他 那他做了什麼事情 一開始他先花了 從108年到111年 花了我們先來說多少錢 133億元 好 他花了133億元 當初告訴你說 我就是要幫助青年去找到工作 能夠順利就業 結果這133億元 原本應該是要幫助 75萬的青年的 因為這應屆畢業生 15到29歲青年 失業率最高 那當然要幫助 結果最後他們發現 這133億花下去之後 得到幫助的 只有3.6萬的青少年而已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你這個KPI 這個你老闆會過嗎 你去上班 然後跟人家講說 來 明君你投資我133億 最後我會給你 75萬個項目交給你 結果到最後要結標的時候 我給你3.6萬個項目 你能接受嗎 沒辦法接受 不能接受 好 這個時候再回過頭來看 在今年大家不要忘了 已經要選舉了 2023年的5月19號 他又告訴你說 成效不張 成效不張 我們再繼續辦 再加錢 再加碼 5月19號告訴你說 我們之前花133億 對不對 我們這次 我們來花160億元 然後我們做的是什麼事情 也是一樣 幫助青年就業 你想 之前已經花133億 然後你告訴我成果不張 你今年再花160億 我不會不會有一種 被受騙上當的感覺 已經有前車之鑑了 為什麼今年還要再加碼 來 再回過頭來說 那你之前花133億元 你要幫助75萬 最後只有3.6萬人被幫助到 那是不是應該還有剩下錢來才對 因為還有一坨拉庫的人 沒有被幫助到 所以經費應該還有 但是他說加碼再花160億元 可見得那133億 一根開料料 所以你才要加碼 那你這樣子再加碼 那我會合理懷疑 那會不會結果也是個位數的 根本達不到 你原本要預計幫助人的十分之一 所以我會擔心 那你是不是民進黨政府 是把青年當作的選票提款機 好 之前講的 這些四大青年政策全部挑票之外 現在青少年面對到的是什麼 如果說加碼應屆畢業生的 爸爸媽媽會不會擔心說 我的小孩就是現在這樣子的狀況 什麼 找不到工作 就算找到工作 也可能會是金星賺不到錢 賺到錢的可能要付房租 付學貸等等 也存不了錢 最後買不起房 到最後根本是沒有未來 所以當初提出的這個四大政策 四大主張到最後變成是什麼 四不一沒有的窘境 不過說到年輕人 要不要相信政府 有時候遇到一些突發狀況 你可以感受到這個政府的威力 或是有沒有真的幫上 最近這兩天說 有一個台灣女生 她在美國紐約的公共圖書館 莫名其妙被一個黑人女性攻擊 那她攻擊就撞到了牆壁流血 趕快求助我們的外交部 結果得到的是一個律師的電話 這女生覺得 妳怎麼給我一個電話 對 她覺得好像完全沒有受到尊重 怎麼會這樣子 是 好 我們剛剛聽到是就業的問題 找不到工作跟低薪的問題 我們就來看看就學的問題 不管是在台灣讀書 或者是台灣的學生到國外去讀書 你應該都要受到應有的保護 這個政府的保護 結果她發現說她的好朋友 去紐約的公共圖書館 結果就被這個畫面當中 從這個女性給攻擊了 看起來是這個比較是國外的這個面貌 但她膚色是比較深色的膚色 被她攻擊之後 她是嫌犯 她是攻擊人的嫌犯 攻擊完之後 當然這個受害者已經脫禍血流了 這個時候趕快去跟這個圖書館的保全求助 保全竟然是三言兩語的之後 就讓這個嫌犯輕輕鬆鬆的 從圖書館的大門口出去了 讓她打發走了 她覺得很無助 而且她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 事後她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我膚色的關係 所以我被受到種族歧視了 你才把人給放走 不然按照我們正常的流程 我們會有一個報案程序 你要把嫌犯留下來 我們看事後是要和解 還是怎麼樣要提告等等的 但是沒有任何的做法 好 她怎麼辦呢 她只好打電話 去跟我們的外管求助 外管跟她說 我這邊有一個移民律師的電話 你去跟她做溝通 移民律師要幹什麼 就沒有了 她覺得說 我對外交部會不會太失望了 我們受到了這樣的一個 等於說襲擊 我們本身在國外已經很無助了 對 擔心受怕 那這個時候 是不是這個外管能夠 去跟美國當地 或是紐約當地的警方 取得一些聯繫 然後去幫助我們台灣的學子 但是她沒有接到任何 與來自政府官方的 這樣的一個協助 好 再來 我們的吳釗燮這個怎麼說呢 好 她說外交部 其實第一時間有去了解 但是因為圖書館已經在第一時間 就把這個攻擊嫌犯給放走了 除了沒人了 然後又是一個官方說法來 她告訴你說 進入了訴訟程序 因此就給她一個有合作的律師 世紀元尾就是這樣 對 世紀元尾我們也知道是這樣 但是政府應該要提供 相關的幫助跟協助才對 不要讓我們的台灣學子 到國外去念書 受到了攻擊之後求助無門 再來我們剛剛說到了 回到剛剛的就業問題 其實蔡政府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 幫助的一些方案 但是所有的方案 證件全部都變成了空投支票 然後她告訴你說什麼 她告訴你說 一年做不完的事情怎麼辦 如果能夠再一年做完 那當然最好就一年做 那如果一年做不完 我們就把它改成一加四年 再給我四年機會 是 這像什麼 像老闆跟你講說 那加芬你要把這個工作 在一個月之內 把這個案子給完成 好 我跟老闆說 如果我完成得了 那當然是最好 我就一個月做完 如果我一個月做不完 你再給我一加四個月 我來幫你完成 老闆會接受嗎 當然會幫他接受 老闆會覺得這是一個負責任的行為嗎 不負責任 但是我們的政府就告訴你說 這是我們的進行規劃 這四年就是下一任總統的任期 但有兩個解讀 一個是說難道你認為 你們民進黨有辦法在執政四年嗎 或者是說要講給賴清德聽 我講的一加四年代表 我說的算 賴清德就算真的選上總統 還是要聽小英總統的話嗎 應該這樣講 我們先回到剛才上一頁的青年政策 我先在評論以前 我跟大家報告 現在英國最夯的一個劇 就是說伊麗莎白女王 跟我們的裁吉爾夫人說 如果你只有權利沒有權威的話 其實往右往撩連 那現在你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有點近乎是恐怖情人的 蔡英文 我覺得很可惜 我們沒想到她一個在神隱七百多天 好不容易 本來都說最寶貴的是第一次 她沒想到到最後一次的 這一次的520年談話 一樣的不老實 因為有可能當然2024以後 不是她的事 剛才嘉芬講得很好 不管你之前提出了所謂的 什麼133億 現在又要160億 我只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會有在野黨立委說 這個政策是四不一沒有 很簡單一件事 那如果是你自己的錢 我說明君很簡單 如果那是你自己的錢 我剛才已經講了 133億你說75萬名 結果後來剛才講了 只有3.6萬名 那請問你的KBI到底什麼 你有沒有去做田野的調查 難道這3.6萬名 是綠雲莊腳的兒子 就像我們上次講合庫AMC 難道 否則你告訴我們 你把那些數據3.6萬 你到底幫了哪些人 你乾脆清清楚的告訴我們 請他們親自出來說話 都沒有成效是幹嘛 再做一次 沒有錯 所以我才會講說為什麼我們今天看到賴清德 又講了那句話說 他跟政大的學生一講說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房價在跌了 我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他們會讓年輕人會失望 我跟大家很簡單 除了賴清德的失言以外 我跟大家報告 勞動部部長許明春 你對他的印象有哪什麼 印象最深刻 我跟大家報告 以我來講 跟你唱我 跟你攬條條 但是他其實什麼都攬不住 第二個就一哭二鬧 三不幹的 所以在舊安基金他去補助了陳其邁 結果人家陳其邁最後說我不要 我不要 結果我沒想到林佑昌又火上家 我說 你是你們自己年輕人不會投資 結果沒想到一個豬隊友 李俊逸又跳出來了 他說你應該去嘉義買 我說錯了 你應該是買我們的龜山島 我說嘉義的房子也很貴 我們要提醒李俊逸先生的事 對不起 你講的那些為什麼我說全部都是幹話 來請各位 不要說我們是假新聞去看一下 這個工商社論的這些 這些數字我跟大家報告 我稍微簡單的念一下 近年美國還有英國的服務業的 這個毛爾GDP 佔了80% 歐盟日本也有70% 再來看一下簡單的部分 美國的服務業創造了80%的就業機會 德國有71 日本有74 然後韓國也有70 換言之 因為官員講說我們台灣人 年輕人從不到前 是因為太多人做服務業 可是國外做服務業 是賺錢的 因為我們的國家不斷的往前進 為什麼說服務業會越來越重要 所以當初這個部分是 尤錫坤所提出來的 各位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 我要提醒李俊逸 你要罵人以前 你真的要好好的做功課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今天會很慘 其實他們應該去聽一下阿扁的話 問問人民的感受 所以最後想說奇怪 民進黨的這些 為什麼都變成進會地 我跟大家報又是一樣同一篇 是不是的齊全 是因為我們的蔡英文政府缺德 因為他沒有品德教育以後 所以他下面的長官 不論怎麼弄怎麼壞 其實大家都沒感覺 因為我的長官 蔡英文就是這樣處理的 最後我要講 如果今天再繼續這樣下去 難怪我們剛才長黃陽明才會講 是不是蔡英文 真的有點想要垂簾聽證 因為他今天坐在台下的 就只有我們賴清長 他告訴他說 抱歉 今天即便你是你當家 但是我還是後面的慈禧太后 我要繼續垂簾聽證 因此我還要呼籲 如果繼續這個樣子 我們要呼籲台灣的全民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我們要勇敢的展示 我們是國家的主人 政界 商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懸案 風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失誤網 真相不漏網